我们要真正学佛菩萨 学几位人 看到人家有苦难 牺牲自己生命在所不惜 希望别人历苦历难 为什么说牺牲生命在所不惜呢 对我不知足 没有自私自利 这个身谁掉了 这更庄严的身 这个世间谁立掉了 神更庄严的世界 这是四世真相 佛告诉我们 射方世界都是我们的深处 不要以为太空当中许许的星星 与我们没关系 那就错了 每一个星球 每一个地区 我们曾经在那里都住过 将来也许还会去住 那怎么没关系呢 所以佛家 佛教这个教学 我们用现在的话说 佛家教学的地理 地理是什么 是虚空当中 所有的星球 那不是给你介绍 这一个城市 这个省份 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 不是的 那活动空间太小了 佛给我们说 我们每个人 活动空间 都是周边世界 周边发现 跟我们通通都有关系 我们对于那些环境 这个地理环境 历史环境 文化环境 人事环境 都要了知 感谢观看